我們說國際一點 國際一點的第一個是印尼 印尼在球場上施放催淚彈 在施放催淚彈之前 的確有印尼的球迷走進球場裏面 但當時的球已經完結了 已經吹了雞 當時是印尼東爪灣一個打比足球賽 大家知道打比賽 就是在同一個地區裏面 兩支可能都壁裏分明的隊伍作賽 通常球迷都是壁裏分明的 而且打比某程度上 因為當地舉辦 兩個主客隊都是當地道主場 所以他們的球迷會特別踴躍 據知這個3萬5千人 能夠容納3萬5千人的球場 當時賣了4萬多張票 是將超載接近三成的 所以可以想像 這個球場當時是非常之擠涌 是坐滿全場爆滿 在打到90分鐘時仍然2比2 加時時後 就是客隊反勝3比2 結果客隊的觀眾 球迷非常之不滿 部分就踩到球場上 可能對於球證執法 對於球員的表現都有一些意見 印尼軍警嘗試介入 不是太成功的 結果他們開放催淚彈 印尼軍警在球場裡施放催淚彈 他並不只是在草地範圍裡施放 他還將催淚彈向一個看台 即是在龍門架後面的看台方向施放 令大量催淚彈和龍煙在球場和看台之間聚集 而因為風勢吹在球場上的觀眾席 結果十幾層樓高的球場看台 全國來慢著催淚氣體 很簡單 陷寒都自動自覺了 立刻走 原來球場的走的設施 是比較狹窄的 結果大量人在走的位置跌低 其他人因為催淚彈的氣體不斷湧出 結果跌低了的人 就被人踐踏過 因為踐踏的過程裡面 令到他沒有辦法呼吸 甚至可能踩到喉嚨 踩到胸部 結果導致他們當場窄息死亡 現在印尼官方只是承認有125人死亡 可能最新增了 曾經的官員曾經承認129、130和131的數字 外電在香港昨晚大幅報道了 死亡人數升到174 他們從醫院的數據上加出來 這個數據可能又多了 印尼官方說的125到131 又好像不太合理 好了 問題來了 原來國際捉協是有規定的 因為之前發行很多次 施放催淚彈而導致人踩人 或者導致有人死亡的意外 所以國際捉協是因為經驗說了兩個要求 第一要求是不可以將看台和比賽場地 用高的鐵絲網圍籃圍住 即是說你開用鐵絲網 但鐵絲網的高度不可以是幾層樓高 只能夠是兩米多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算控制人群措施也好 是不可以在球場裏面施放催淚彈 因為這樣做 球場走的通道 通常都要排隊和狹窄 如果是施放催淚彈 有些強制措施令到球迷離開 很可能會導致人踩人慘劇 結果現在 印尼發生了人類歷史上 第三大的球場慘劇 當然無論是174個人走了 或是125個人走了 都希望他們自我順便和家人 但這件事可以反映到 印尼根本不尊重國際捉協的一些House rule 可以這麼說 印尼除了舉辦自己本土的聯賽之外 它2023年會舉辦20歲以下的世界盃 印尼其實是否適合呢 又或者印尼甚至舉行其他大型活動 比如11月中15、16日 印尼將會在巴里島舉行G20峰會 印尼其實是否一個適合舉辦峰會 或者舉辦大型國際賽事的地方 原來印尼軍警本身對人群管理 是有它自己的一套 這樣做其實會不會衝擊了 本身包括舉辦U20的主辦單位 各地捉協的一些規條 印尼其實現在沒有中手 印尼會不會因為這樣被人蝕奪了 舉辦U20世界盃2023年世界盃的資格 又或者會怎樣處理改善措施 大家拭目以待